小一 哈囉 我是電碼上的小一 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其實沒什麼意義 只是我的殼很可愛吧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今天小一要介紹三款遊戲 它是我私心推薦 非常好玩 但可能大家都不太認識它們 所以等一下呢 就跟小一一起來認識它們吧 第一款遊戲呢 小一要介紹的叫做 Only One 那它是那種闖關的遊戲 但是活動範圍呢 只有你看到這邊的一個擂台裡面而已 那你的level越來越高 就是代表這擂台裡面出現的敵人就會越來越多 你可能一個主角就一次要打二十三十個人喔 小一每次到這個時候就被秒殺了 那另外呢 它的玩法怎麼玩 就靠左邊這個搖桿去控制它的前後左右 那不是像傳統的這樣上下左右而已 還是360度都可以走喔 那它跟現在那個白帽Project的玩法是不是很像咧 那第二款小一要介紹的遊戲呢 就是活下去漫波魚 它是一種很特別的養成遊戲喔 一般的養成遊戲可能就是把養出不同種的魚種啊 但這個它的圖鑑居然是蒐集漫波魚的死法耶 太酷了吧 這樣就讓小一很想知道它到底有多少種死法 目前呢小一知道說像有被撐死的啦 或是一直摸它一直摸它被摸死的 那我覺得可能它也會被髒死吧 所以我們現在就先放在旁邊 介紹下一款遊戲囉 那第三個小一要介紹的遊戲呢 就叫做偷看男友的手機 它也是一款養成遊戲喔 那它要怎麼玩呢 就是偷看男友的手機 那我們都知道如果要偷看男友的手機 就是要等它離開的時候啊 那要怎麼讓它離席咧 上面有很多慾望的圈圈 我們就把它一個一個一個的塞進男友的腦子裡面 等它慾望爆炸的時候它就自動會離開啦 那等它離開我們就要在時間內 把手機拿起來看裡面的內容 我們會根據看的內容不同 就會養出不同的男友喔 那要注意的就是要小心在秒數內 趕快把手機放回去 不然就會被男友抓到啦 是不是很刺激啊 現在就跟小一一起來蒐集男友吧 小一今天介紹的三款遊戲 是不是都很好玩啊 大家都不認識我覺得很可惜耶 如果你也有覺得很好玩的遊戲 想要分享給大家的話 歡迎留言在下面 然後別忘了訂閱我們電踏少女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